你的事我的事都是新北市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很特别的我们邀请到的这一位 是我们中和区的区长赖俊达区长 要来谈谈这四年来中和的改变 改变了什么 我们怎么样来点亮中和人的幸福 非常欢迎我们赖俊达区长 区长好 金华主持人中和各位乡亲大家好 我是中和区长赖俊达 是我想先请教这个区长 就是说当大家对某一个区域 比较不了解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都会透过 那个网路上一些影片 然后只是报道 然后来去了解 那我最近其实看到一个影片 就是其实他们会认为说 中和跟永和其实是 算是相邻嘛对不对 但是整个的一个人民的市民朋友的那个素质 跟整个一个区的一个氛围是感觉差蛮多的 你会不会觉得这对中和是有点不公平的 会不会 不会 中和有中和的优势 中和很多都是在全台湾当作一个领头羊 所以中和这几年来改变得非常的大 所以不管说在台湾健康城市或者高龄友善城市或者是我们的任性城市防疫防災 不仅拿到全国的首奖 同时在防疫部分也能够衍兵国际 享誉国际 让世界看到我们的中和 看到新北看到台湾 所以中和这四年来 在我们何友宜市长的带领之下 其实他对中和很重要 所以那时候记得四年前 他要我来中和的时候 特别交代我 中和人口已经超过四十万 在整个县住人口 是我们先别的第二多的 在全国的368个象征 是第三多的 所以如果服务这么广大的我们的市民 这是我们一直要努力的 所以这四年来 我想大家共同努力改变了中和 所以中和来讲有中和的优势 但永和它是一个文教区 中和是一个科技的新都 它是一个文化多元的一个城市 非常有文化的内涵等等 是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永和小 但是中和它分了四个区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这四个区包含了 圆山区啊秀庵区啊南市角 还有就是这四个区是张和区 所以它是不是每一个区都有比较不一样的特色啊 对秀庵区是锦银永和 对 秀庵区是有四号公园 它是比较偏向在什么文教区 是 那张和区里面就是一个 有它的眼龙世纪广场等等 也是一个政治行政的中心 那南市角区是一个新南夜市的一个观光 然后宗教的一个中心 那圆山区的部分就比较偏重在 因为景林的板桥跟土城 所以它在整个生活圈来讲 就横跨在这土城跟板桥 所以这四个区各有特色 是 所以区长您来到这个中和区之前 其实之前是在万里区 然后还有这个芦州区 对不对 那其实您在那两个区的时候 也是非常重视一个品牌形象的一个打造 所以是不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在这个芦州啊 在万里这样的一个经验 你怎么打造所谓的一个万里械的品牌 又怎么让芦州是拿到这样子的一个五大城市奖 这对一个区长来讲应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吧 好像你是第一个做到这样子的人 对 企业一般企业强调品牌 对 那你从品质到品牌 这个过程 有时候企业要花个十年二十年 但我比较觉得很满意就是说 在万里那时候 因为整个台北县改次为直辖市 所以区长变成是官派的 那本身我是一个公务员 那在空大公共行政区也交了二十三年的书 所以我会做一个整个城市的规划 区的规划它的特色在哪里 它的亮点在哪里 透过SWAT分析 又有危机分析然后你发展这个区域 所以万里它有得天独厚的美景 它有山景有海景 它是一个观光产类特别是宜业 它有万里械 所以当初在打造万里械这样的一个品牌 是我们的朱市长 朱立仁市长 然后新闻局长 农业局 这个一夜处 还有工所一起去打造 所以后来在这四年的过程当中 创造地方的产值 万里械从三一到四五一 然后地方的万里的知名度 区民的光荣感 大大的提升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一个带领一个团队里面 我觉得说 那时候在整个区政的总考评 四年万里多二拿到区政的特幼的第一名 那在全国的政府服务奖 国际的渔基城市也拿到铜牌奖 然后优质的环保四万区 然后环保数得一千八百万的这样一个建设经费 所以打造一个让万里 从一个比较偏乡的一个区 变成一个观光的一个城市 城镇 我想这是大家共同努力促成的 当然城市有它的验警 发去卢州以后 卢州的人口二十万 万里最后两万多 但是卢州它有它的优势 就是说卢州是一个新兴的城市 它因为整个捷印站 我们综合到卢州的捷印站 三个站 然后便捷的这个轨道建设 然后城市里面的密度 人口密度在全国是第三的 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 它的控污率是全国最低的 表示它的人口非常的密集 也适合一据 所以在去卢州以后 我去规划整个城市的验警 然后希望打造跟国际接轨 打造五大城市 所以后来就一一实现了 因为大家后来我也获得 我们这个企业的百搭MVP经理人 其实企业的百搭MVP经理人 那个奖虽然说个人 其实是相亲所有员工给我的 也是代表的 后来又拿到这个108年的 全国十大杰出贡献奖 所以这些奖 只是我一个代表而已 其实都是大家这个团队共同努力 是 那个杰出贡献奖算是公务人员 最高的一个荣誉 最高的荣誉 而且你应该怎么讲说 其实担任区长 他的任期其实你自己是没办法掌控的 对不对 因为是有市长指派 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说 今天你去万里 你要待多久的时间 你可以在卢州留多久的一个时间 但是你却愿意花那样子的一个心力 去思考说 我今天来到了万里 我怎么让这里更好 对 其实不再只为了高低 在你创造的价值 对 创造你的这个公共利益 这是我在公务生涯里面的一个咒诱鱼 所以我也是希望说 每年跟我们员工办理教育训练 办理讲习 我说公务员不在你的角色 不在你的角色的高低 只为的值等的高低 在你能够创造多少的价值 所以这是想说这个是一个公务员应该要的 所以我的区长的后面有一个对联 就是在公门写人生精彩 为区民留感动记录 不管说在万里或是在卢州 现在在综合 也是一样啊 如果带领这个城镇往哪里去 一个城镇在台湾的定位是在哪里 然后甚至在世界能够看到我们的综合 这是我们在城市建构里面非常重要的 也是我们的理想 我们的城市愿景 也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其实当公务人员本来就是公谱嘛 然后就是要服务大家 但是呢我想要老实的问一句 其实有这样子的一个区长 你的同仁应该相对的也会稍微辛苦一点点 对不对 怎么样跟着这样子区长的一个脚步 然后配合你 然后大家一起让我们的地区共好 其实我呢要从卢州到综合 其实同仁很算是有点紧张啦 是 甚至有点看剧 区长 区这个第一名的区长要来了 我们最开始压力会大对不对 对对对对 但是这四年我一直 我们的城市愿景就是幸福综合健康乐福 是 就是40万人的幸福创造 是由谁创造的 由员工 员工创造 所以幸福综合健康乐福城市愿景 但是我们中有去公所的 是以幸福综合健康乐福 这部分 但是我们要创造一个 幸福的综合是要有快乐的员工 是 我有快乐的员工才能创造40万人的幸福 对啊 所以这部分 这四年来我一直在努力 让员工能够在工作上 提供一个工作的环境 然后这个员工的满力度能够提升 所以我每年都做员工的满力度调查 所以这是有时候会觉得说 今天区长跟你们办教育训练讲课 讲课很多的机关邀请区长去讲课 都要终点会了 我跟你们讲课不用钱 都不用钱 其实还要准备一些点心给你们吃 对对 所以这是一个让在组织里面能够充分去学习 对 很重要的一个一个概念 虽然就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工作 但你怎么在这个工作上创造更多的价值 是让更多人受益的 而不是只是为了你每个月领的那一点薪水 对对对 人家说身在工门好修行 就是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去服务我们这么多的一个市民 其实应该也增加他们的一些成就感跟荣誉感吧 对对对 工门好修行 当然这是工部门 人生以乎为目的啊 我这次的我们的领长讲习有两千八百多位 我说人生以乎为目的 我们扮演领长 扮演里长 扮演区长 就把他角色做好 扮我们的市民区民 所以这是我们一直在整个核心价值 人工的核心价值很重要 所以价值会领导你的核心能力你的目标 所以公布能力来讲 我比较偏重在核心的价值 第二部分才是核心的能力 第三部分才是专业的能力 这三大能力一定要做一个养成教育 所以在组织里面不断的教育 在工作不断的学习 然后更加的精进 你服务的量也会更多 是 那区长刚刚从万里的万里界的一个观光品牌的一个营造 然后到这个卢州的一个五大城市 现在到了这个中和 你给中和怎么样的一个愿景 我记得我来中和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偶然 偶然 市长乡长也不够八年了 我都做八年了 本来是说OK了 那后来一个月以后 民主说要我到中和 中和他就说你做经验的啊 然后你又很有趣 你层次的治理 市民的服务你都做得很好啊 是 何况这四十万的区民的中和 更重要 也不容易耶 你来做 来帮忙 这样子 我当然义不容辞啦 是 暂时没有选择战场的权利嘛 我说报告市长OK 那就开始来 来了以后我就 开始在建构我们的这个中和的城市圆景 就是希望中和的人都很幸福 就幸福中和健康又乐佛 所以第一个就是在我们 这个两千三千位林长跟三千七百多位的 新手队的治奖活动 我就先是 我说我们中和今年 108年要拿到台湾最健康的城市 就台湾健康城市座位奖 就368个乡镇 每一年选出一个最健康的城市 叫台湾健康城市座位奖 我们很多里长跟里长说 区长你怎么有这么大的红艳舞 对啊这是什么 对啊 他们可能没有想过 然后可能 会拿到 你看新北市第一就很困难了 还要检果的第一名 对不对 结果到年底的时候 我们真的中和拿到检果 健康城市座位奖 不只拿到检果健康城市座位奖 同时拿到高龄友善的竞好奖 所以这两个奖 那一年在台北 威武部办的颁奖典礼 唯一的主角就是我们中和 中和 这个拿到最大奖 有两个奖 对对 然后两部游览车 去那边 大家一定很开心耶 是啊 新北之光 就在中和 这可能是以前的区长 可能没有想到这一块 然后只是觉得 哇就是地方经营这样子 但是你却给了 我们中和区这么大的一个愿景 对 这是一个 我们一个城市 不管说联合国 或是 的推动 或者是 这个台湾 我们 中央政府 在未来 2050年 要完成 所有的乡镇 跟县市 打造四大城市 对 那四大城市 我在想说 我可能过几年就推秀 等到2050年也完成 哇 对 那 那个时间上 所以 我希望说在这四年 趕快 把它完成 不要等到三十年以后 对 然后就 开始 开始着手 这是一个城市愿景 我有一个目标 大家为了那个目标 为了我们的区民 的幸福 我们健康 然后 全力以赴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 我真的 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区民 包括我们市长领导的事务团队 是 真的改变的中和蛮大的 是 所以 其实 从市长 当时 给你重任 让你来到中和区 其实就希望说 好好的来 来帮他治理 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所以 是不是来谈一下 好 就是从 侯市长上任之后 然后 指派您到这个中和 这边来服务 我们这四年来 到底为中和做了一些什么 中和最重要 我们从面来讲 就是说 一个城市要翻转 要从 整个都市计划 对 新北是一样 新北有 微校曲线 微校曲线就是一个产业 一个都市计划 的发展 从新店一直到卢州的卢南卢北 这一个微校曲线里面中和就是我们的飞咬生育员期 生育员期 是 那这个生育员期 我们市长上任以后就开始在规划 所以 现在整个市的都委会通过 以后送到念政部的都委会 已经开过五次会议了 现在要解决就是 替代道路 另外道路的方案 如果解决的话 就可以通过了 所以这是我们综合的最后一块拼图 生育员期 因为我们有双额医院嘛 对 医学大学 医学中心 然后还有生育的产业 是 然后旁边都就是我们的飞咬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通过都市计划 还有 这个虽然桥北侧的期段征收 已经完成了 现在工程的招标 所以这两块就是我们综合最完整的一块拼子就完成了 第二部分就是我们整个协运 就运输的轨道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我们目前有九个站 这个综合到卢州、新庄县 目前还有黄庄县 这九个站是全台湾最多的 那再加上我们目前在施工的万大综合线 是在全台湾乡镇市区里面的 战数最多的 总共有13个站 所以交通是四东八达 对对 所以这个在 但是捷印是最花钱的 轨道建设最花钱 过去我们在规划 但是最近这几年 这四年来就是最花钱的 光这两条捷印线 新北市就要 花了七百八十一亿 七百八十一亿 那最大收益就是我们中和 所以中和的人口 现住人口 已经达到四十五万三千两百八十七 涉及人口只有四十万 但是居住人口多出五万多 然后空污率 在上个月七月的统计 我们中和的空污率也是很低 是在台湾前五大最低的 所以这是表示什么 很多的交通建设 很多的就业人口 对 适而移居进来 包括我们的产业 我们的产业 我们每年的产业 达到四千九百多亿 我们的就业人口 就光是工业及服务 达到十六万多的就业人口 新日总额也是新北市最多 就是它的产 科技的产量 产值产量 有三项是全国乡镇最多的 这里面包括电子零组件的制造业 还有印刷业 还有市厅的电子零组件的制造业 这三项是在全国乡镇市区里面 这个产量最多的 所以带来很多的就业人口 所以通常的房价 应该不太会更 大家都想要来这里 交通便利 你交通便利 然后又有好的一个 就业的一个环境 对 那当然讲到这个部分 我记得这几年 我们光是这个停车场的部分 就盖了不少 停车场除了透过这个建案 本来就有停车的空间的规划 另外就是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 就是佳河 佳河公园里面的地下停车场 这250几个车位 另外一个景额运动公园 这两个加起来有800多个停车空间 这个经费达到13亿多 所以我相信这个是对整个综合的停车空间 因为在都位区里面 一位篮球 那个成本很高 但是市府也花了很多的钱 经费 包括跟中央正义一些成全的经费 然后来把我们中和的这个停车的问题 能够解决 所以如果说未来这个捷运 如果真的都完成了之后 然后非常的可以很顺利的运转之后 其实希望能够尽量减少到这样子的一个机车 汽车的一个使用 是不是 那其实我毕竟不是说在中和这里来做服务 但是我知道中和之前曾经针对瓦疗沟 对不对 其实一直在讲整治的这件事情 这我很好奇 因为我们常常会做一些专题的报道 我就对这个部分非常的有印象 感觉怎么好多年了 这件事情一直在持续 那我不知道说目前他完成的状况是如何 中和有几大锅起的 花南山沟 那之前都整治完成了 那最近这四年来 我们针对我们的瓦窯 瓦窯 瓦窯是我们中永和的母亲之河 是 所以在整个征收土地还有整治来讲 现在市府已经花了五亿多 那五亿多里面 如果说要整个征收完成 可能要花了超过一百亿以上 那透过整个农质的移转 这样去拿来打到一个瓦窯里面的一个 廊道 那个清水的步道 然后让整个瓦窯不脏不臭 然后 让整个形成一个最亲近的一个沟渠 所以这一直在 一直在改善当中 所以现在瓦窯是不臭 但是我们希望说 水利集也规划引进新电溪的水进来 然后再做这个整治 所以这次市长很重视 因为来这边也开过好几次会 像上个月市长的行动之旅 也针对瓦窯 做一个 这个要求我们事务单位 已经要去 最快的时间去完成 那另外一个是藤僑坑垢 藤僑坑垢也是台湾 这个都市里面的生态的河川的四万 四万的一条四万的河流 所以里面有很多的生态 包括蝴蝶等等昆虫 好像有一些 对 就是一些昆虫什么都回来了 对 还有一些自行车道 对 所以非常非常 所以这些的那个沟渠啊 如果说嘉宇在整理的话 它可以让民众可以更亲近 对 然后有个廊道出来 是啊 其实都可以丰富大家的那个 平常的那个生活 对不对 另外就是我们的中原沟 是 中原沟是我们黄庄县 有一个中原站 是 中原站里面 就是我们大走岸的 那边有二十几个公益大厦管委会 哦 所以好几千户啊 两三千户 两三千户 透过这样的一个 中原沟的这个步道 囊道呢 把它做一个完善 所以现在只要 这个 这些居民啊 走路六七分钟 不要绕到那个 微信科技旁边 那个 那个大马路 人车之 真道 先先完善 一个上 上下班 通血 最安全的一个 两道 所以他其实真的花了很多钱 在做这些事情 但是呢 他只要是完成了以后 他能够加会附近非常非常多的市民朋友 对 那刚刚讲的是比较重大建设的区块 那我觉得 对于民生来讲 民众来讲的话 其实基础 基础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 表示说 我可能行人的一个行走 我就是要非常舒适安全的一个人行道 其实我记得这几年的这个中和 在人行道的部分 他改善的也非常多 对 路平是市民最关心的第一名 路要平 灯要亮 水波要通 那你看 路平 过去我们中和没有所谓四万道路 但是我们这将近四年的时间 打造五大四万道路 第一条是108年的景平路 景平路第一条 然后中山路 中正路 复兴路 跟官房路 我们打造五条四万道路 那如果 什么叫做四万道路 就是你的道路 包括你的这个 路要平 然后测沟 包括你的人行道的 对人行道要过宽啊 要不然常常就有一些什么 电信箱挡着什么的 对 变电箱的移除 电杆的下地 是 还有导盲砖 还有这个 残障的斜坡道 对 还有你停车的吸行凹槽 公车的吸行凹槽 是 这整个八下工程 就把它要完成 特别是变电箱跟 这个电杆的下地 这是很很重要的 很大工程耶 所以这几年 路平是我们重中之重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 学校 一些小朋友 国小高中高中的 同学朗道 对 那有六所学校 六所学校我们 就整个学校做一个 人行道做一个盘点 然后去改善 去改善 钱花的不是很多 但是效果很大 对很大 因为小朋友一个安全回家通学的路 对 所以这是一个 我们在整个资源的配置上来讲 小朋友的通学 还有一般的行人 用路人 行车安全很重要的 对 是 其实在那个 下人行道的一个改善过程当中 其实 我相信很多的民众 多多少少会抱怨 因为施工造成不变 可是 你看 等它完成之后 你有一个平坦舒适的路 可以走 那个感觉多好 对不对 然后 然后 不只 就是一般的民众都受惠 你看小朋友上学 相对的它也安全很多了 是不是 对 其实这几年来讲 我记得这个公园 其实对 我也觉得还蛮有印象的 公园也开辟了不少 或者是说 老旧的公园 其实我们只要稍微 再帮它整理一下 再美化一下 还可以让它有这个 不一样的一个特色出来 中省的公园 其实 非常有特色 我举几个例 第一个是我们的综合公园 就是四号公园 四号公园是 我们台湾 我们跟农委会 领入实验所 第一座的都市任性林 这是台湾第一座 所以 那透过整个 在多种类 多层次的 种一些桥木 然后 很多都是 我们台湾的延伸种 是 所以这是一个 第一个试验 如果说 四号公园能够推动 现在很多我们的 色大的志工 还有一些老师 都投入在 那个领域 我想这个 一个 四号公园 中央公园的 这样的经验 打造一个 任性都市领域 能够推动到整个全国 第二个是我们的原山公园 或者我们的井河公园 其实都是非常有特色的公园 而且又大 那另外我们这三年来 其实我们改造了 总共有39处的公园 这里面有增加6处的公园 还有一个小朋友的油气 油气设施 符合国家标准的 有20座 然后另外一个 这个长辈的体贱设施 老人的体贱设施 这里面在井河应用公园 里面 我们市长 去带预言到北欧 芬兰 引进那个体贱设施 附建设施 然后我们庇护社区 的一些志工 来帮忙协助我们这些长辈 怎么去使用这些 所以在整个公园里面 其实是我们居民最亲近的 的一个场域 所以不管说是儿童的 邮寄设施或是体贱设施 还有另外就是我们的公车 我们有改造11个公车 里面有青子公车 这个残障 朋友的无障碍设施 还有性贫公车 这些都是有总共有协力做 所以我想这是我们每年 已经有好几千万的我们的居民 受益者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讲这样 大概四年的时间 做这么多的一个建设跟改变 真的是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但是中和其实都做到了 对 所以我想不只是公所在努力 市府也给我们很多的一个协助 当然最重要的是市民朋友要支持 今天非常谢谢区长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这四年来 这个中和的一个改变 那当然也期许 我们一起来翻转中和点亮幸福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区长 谢谢 谢谢 谢谢